这是我自己的车比亚迪元PASS 一年17000公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车感受 三大缺点 两大优点 先抵后兵 哦不 先说缺点 第一个充电口的位置 前置的设计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因为我们平常停车的习惯 都是车屁股朝内 而充电桩也在里面 拉线充电的时候容易蹭花车身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对隔壁邻居的车的进出 有一定的干扰影响到别人了 接着是噪音的问题 时速80以后 A柱的风噪就开始明显了 而且我们南方地区雨水比较多 但值得庆幸的是 虽然漏风但不漏水 然后是胎噪 我选装的是235的马牌UC6轮胎 这套轮胎按道理是定位是舒适安静的 但是拍照还是有点大 最后是座椅 它虽然用了皮质的包裹 但它不是真皮 而是人造格 最做起来的舒适性一般 尤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腰脱 好像我们这种 40上下的中坑 长时间的去开车 或者是跑长途的话 容易腰酸背疼 另外呢 我看很多车友在网上吐槽 什么空调出风口的塑料感太重啊 门把手的设计容易割脚啊 以及是液晶仪表盘太小啊 等等等等的问题 但我个人看来这都不是事 压根就不影响日常的使用 优点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续航 我这台是510的旗舰版 也就是次顶配 它的实际续航能达到90% 有时候我老婆开的时候 能达到95% 所以从广州来回一趟深圳 来回一趟珠海 甚至来回一趟清远 全程都不需要充电 回到家还剩个 30%到40%左右的一个电量 所以这一年的用车里面 我压根就没有在高速服务 去充过一次电 但前提是 这是慢充的一个续航表现 因为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慢充的续航要比快充要更实 如果慢充的续航达成率 达到90%的话 那快充只能八成左右 新车车内气味 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点 毕竟有孩子嘛 而且经常带孩子出去玩 而新车买回来两个月左右 车里的气味都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一年下来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新车的味道 我个人觉得 这也是比亚迪 用料比较良心的一个表现吧 这台元帕斯 我们家使用量最大的一款车 一年跑了将近一万八千公里 我们家以前的思域 雅阁 君威 传奇 GS8 一年也就是个五六千公里 它的使用量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我岳父抢着开 我老婆抢着开 我也经常开 因为它足够的 舒适 足够的经济 一个月的电费 也就是个七十块左右 现在想想 以前一箱有三四把块 想想都觉得心疼 所以说你用过新能源汽车 尤其是电动车之后 你的格局会变小 明镜与用这个电动车之后 就像三四把块